无锡上都破产了 ALTK破产了 还有国内的其他几家龙头 前后的话也倒下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自己启动国内的市场应用 然后这些企业就像小强一样 打不死的小强 逐渐一个个还成长起来 变成了大强 作为中国光伏 涨落起伏的亲历者 刘汉源比旁人 更深知行业的任性与冲劲 十年之前 美欧发起多轮的双反调查 高额税率 致使光伏出口需求锐减 产能过剩 债务高企 破产潮制 中国的光伏产业 一度深陷泥涨 而今实现绝地反攻的中国光伏 在全球化逆潮中 又面临着新一轮的强劲攻势 这一次是否有足够的地区应对呢 我们看到像美国呀 印度 欧洲很多国家 也出台了很多政策 要扶持我们自己国家的 这个光伏行业 上海史莱克会议的时候 德国人他也说 想整合一个中国之外的 全球的另外一个供应链 我说你说起来都很美好 但是我要问你 你相信能形成吗 坦率讲 他心里面非常坦塌 过去十年 欧美一起联手 到现在为止 欧盟也没有保护出一个大的企业 也许构成一些少量的冲击和阻碍 但改变不了根本的态度 中美科技博弈 搅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布局 光伏海外投资与竞争胶着 芯片自言突围也迫在眉睫 前沿技术重重封锁 核心设备出口管制 本地产业补贴扶持 重压之下 信心从何而来 芯片的这个问题 在您看来 你觉得怎么破局呢 其实光伏的行业的发展 也使我们大家增加了一些信心 我们现在生产的 全是电子级的多金柜 几纳米的芯片 质量没有任何问题 在未来十年 二十年到三十年 无论是开放 还是脱钩 中国一定有 一到三家事件级的芯片 通微会不会是有可能 你看看我们是三十年了 都在旁边绕了半天 没进门了 是跨界很谨慎的 然后的话 中间的话 稍不注意一条胳膊 一条腿没了 传统企业家 很容易陷入路径依赖 与思维定时 而在与刘汉源的交流中 似乎并未感受到这一点 对于新技术新趋势 它表露出的 更多的是一种谦逊与敬畏 甚至有些超脱于世俗的 哲学思考 XSGBT出来 大家说所有行业 都值得被重新做一遍 我们的小孩子 十几岁到大学生 要培养二十年 它形成一个新的智慧 智能 也许只需要一瞬间 我们永远追不上 除非它停下来等我们 我们创造一个企业 在一个行业里面去耕耘 如果中间有那么一天 那这个的意义又在哪 立足于未来有没有意义 那是未来才能说得清楚 我们未来的那本时空 速度 效果 效率面前 今天我们也许 一文不值 但是 假如真的实现 对规机智慧的启动和引导 那也算是人类文明的一条 正常的这种的话出路 回归现实 精力充沛的刘汉元 曾经的退休计划 依然搁浅 但和过往不同的是 现在的他 更愿意把光芒 让渡给年轻一代 他的话 大家在这部分 协同上 协调上 开展公司上面来讲的话 基本上也没有遇到太大阻力 我们三十几岁在干什么事情 那不是穷人的孩子 早就当家了吗 所以我想的话 有条件的时候 让年轻人多干 其实很多人都会说 现在年轻人好苦 他们的空间被压缩得很小 很多人说 当初短缺经济时期 你站干什么都行 这句话好像对了 今天其实你想一想 今天人们的需求 比当初多多多少 今天的年轻人 因为有很多很多东西 社会似乎好像也没对他们 有太多太多的 特别的约束和要求 换一个心态 实际上天地宽 时间公允 一人一天 二十四小时 有人贯注商业帝国 有人碰到思想盛宴 有人冲破科学宇宙 我们一直在寻找 与他们的相会 通过思讯的教诲 拨开信息遗物 重回决策瞬间 直抵 富士之源 财新时间 只给你最有价值的思想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 这十几年来 面对国外的形势 可能也会有一些影响 我们看到像美国 印度 欧洲 很多国家 也出台了很多政策 要扶持我们自己国家的 这个光复行业 这个对我们的影响大吗 2012年开始的话 美国率先对中国双反 12年 13年的话 欧盟又对中国双反 基本上就是欧美联手 对中国进行双反 封锁了当时光复行业的 全球市场的80%以上 所以对整个中国这个行业 过去十多年影响很大 当时的打击 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所以你看到12年 13年 14年 然后无锡上都破产了 ALTK破产了 还有国内的其他几家龙头 前后的话也倒下了 或多或少 和这个事情背景也有关系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自己启动国内的市场应用 然后这些企业就像小墙一样 打不死的小墙 逐渐一个个还成长起来 变成了大墙 所以这个过程的话 十多年也是非常艰辛的 在未来的过程当中 中国聚集了这部分制造 我们也平时都在想 因为这种聚集效应 也是全球自由贸易 区域经济特点分工的一个的话 历史的这种缩影 一旦它形成这种聚集效应以后 你很难其他地方去超越 甚至复制都很难 那因此呢 中国已经形成了这种 全产业链配套 量性循环快速发展 快速迭代 能不能够在欧洲 能不能够在中东 能不能够在东南亚再复制 我们也在不断地打问号 坦率讲 三五年前 我们组织自己的团队 几个团队在美国 然后委托第三方机构 在美国做我们那部分 投资的这种调查 提前的可研研究 那结果下来以后 一次又一次的呢 都是否定 就在当地的资源条件下 你可能看到电很便宜 最后也还更优惠 你有可能看到 土地成本也还更低 可是很多其他隐形成本 你加起来就是更高 那在光复行业同样如此 美国你去不了 那欧盟有没有可能去呢 就包括上周在 上海史莱克会议的时候 德国人其他几个人 他也说我们德国 现在的话净零计划 然后要培育我们的制造业 他想整合中东的能源资源 利用好东欧的人工成本的优势 和欧盟的这种应用场所 和集成场所的这种优势 他想整合一个中国之外的 全球的另外一个供应链 我说你说起来都很美好 我们愿意乐意共同探讨 然后形成供应链的关系 但是我要问你 你相信能形成吗 如果你仅仅为了这15亿欧元 20亿欧元 然后去做这一部分的话判断 15亿欧元的补贴支持支撑 过了以后不可持续 那这种情况的投资 我们就觉得没有太大意识 没太大意识 他同样一筹莫展 一筹莫展 坦率讲 他心里面非常坦塌 因为已经过了这个时期 我当时也把一句话告诉他 我说欧盟要实现制造业回归 坦率讲 比美国还难得多 假如美国的回流不动的话 欧盟几乎没有可能 我说你信吗 他点头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说我们完全可以的话 坦诚地讨论 然后的话包括我们去 无论是技术还是资金 还是的话这一种的话 机器设备 然后我们都可以来 问题是来了以后 我们一起能不能够站得住 那所以的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这个产业面临着 全球的围追堵截 欧美联手 以及到现在为止 你看印度也在摇摇跃势 然后要实现自己的制造 好在呢 什么样的挑战 过去十年 欧美一起联手 到现在为止 欧盟也没有保护出一个大的企业 Solar World是原来德国最大的光复发电的这一种的话生产制造商 宣布破产了 正在清算 美国就保留了一家Fest Sonar 然后三分之二的产能都在马来西亚制造 中国一个企业我们一次扩产的规模 就是它的历史程量的总和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真要去 他们要追赶 也有很大的难度 也许构成一些少量的冲击和阻碍 但改变不了根本的态势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逆全球化的趋势 中美之间的这种摩擦吧 芯片的这个问题 在您看来 您觉得怎么破局呢 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甚至是打击 但是也有可能是中国芯片业 站起来的很好的机会 由于整个体制机制方方面面的原因 现在还很难说 一定就行或者不行 但是中间的投资力度 投资强度 有体制机制速度跟得上的 投资的民间能力的进入 我们认为是这个造星最终有好的果汁的重要的前提 重要的前提 因为芯片业是个快速发展快速迭代 并且的话对第二名第三名以后影响很大 淘汰率很高的行业 前几年我们也在说 评估了一下以后 已经做过判断了 我们说不需要我们进去了 因为我们认为有好多人进去 也许能够站得住了 那前两三年我们又一次在评估 是不是还需要我们进去 那评估了以后到现在我们还是说 在一年多前说不需要我们进去 不需要我们进去 但未来不一定 未来会不会进去 同为还不好说 没有关门 但是呢 这是我们很想做的一个事情 因为中国 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到三十年 无论是开放 还是脱钩 中国一定有一到三家事件级的芯片公司 全世界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芯片 可能会在中国制造 其实光伏的行业的发展 也使我们大家增加了一些信心 多金规上面 高层金规上面 我们现在有条件说 无论你大集成电路芯片 用一千吨 用一万吨 用两万吨 任何时候 只要你真把订单拿来 我们真的一年两年 随时可以给你保供 随时给你保供 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一个月的产量 就是全人类一年的芯片 用多金规的总量 我们现在生产的 全是电子级的多金规 质量没有任何问题 假如规片哪天的话 大家要继续把它做成外延片 进一步往后延 实际上 实际上已经程度上 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自然而然的事情 所以我想 十年二十年的时间 通微会不会是有可能 但是更多的是行业里面 一定会有 通微是是有可能 去不去的问题 现在你看看 我们是三十年了 都在旁边绕了半天 没进门了 跨间很谨慎的 然后的话 中间的话 稍不注意一条胳膊 一条腿没了 稍不注意 全部拉进去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一直在门外看 在圈外转 但是的话都极其谨慎 虽然没放弃 但是我们至少 已经暂停了三五次 前段时间 有一个跟您个人 也跟公司有关的 一个关于通微的新闻 就是讲这个 二代接班的问题 现在在公司当中 您跟女儿是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她在公司 筹了差不多两年 自己也有这种愿望 接受这个挑战 和相关的一些工作 所以顺理成章 我们就在前段时间的话 把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放在他们头上了 那总体来讲 在公司内部的认同度 也很高 外部大家认同度 也很高 外面听到说的 当然我这也许 听不到的话不好的 您先说说您听到的吧 听到的都是好的 听到的都是好的 哦 女儿能干 能干 能干 表达说得好清楚 哦 女儿能干 能干 她和德国人聊 直接用英语 她和的话 那个就是以色列人 直接英语 然后的话 弄得人家 大家的话 交流效率提高 很满意 因为二代进来以后 关键很大的问题 面临核心团队 认不认可的问题 嗯 那很多时候的话 发生这种的话 断层和冲突 公司里面到现在为止 还很好 大家认同度都很高 她的话 大家在这部分 协同上 协调上 开展公司上面来讲的话 基本上也没有遇到 太大阻力 所以有条件 把这单子放在身上 其实有想一想 三十几岁了 我们三十几岁 在干什么事情 那不是穷人的孩子 早就当家了吗 您是出道早 您是二十 二十岁就出道了 早就当家了吗 然后的话 这个时候 你放在头上 不行 你还可以扶一扶 吆喝一下 改一改 那哪天 你不来气的时候 那不是的话 然后的话 连吆喝和改变的时候 都没有了吗 所以我想的话 有条件的时候 让年轻人多干 你看我们的董事会里面 基本上就是除了 我和年虎大一点 其他都年轻人 都年轻人 管理团队里面的话 基本上也是 三十岁四十岁的 也年轻人 二十几岁的 在岗位上的也很多 应该说 大家也能干得非常优秀 所以这次变 就算变得很好了 虽然现在交班 算是早的 但是我原来 内定是四十五岁退休 现在这已经延后了 好长时间了 讲到这个 现在年轻人 其实很多人都会说 现在年轻人好苦 他们的空间被压缩得 很小 很多机会都已经被前辈占据了 所以他们非常卷 卷到最后没有办法 只能躺平 您作为一个出道 那么早的前辈 你代表年轻人 还是年长 我代表中年吧 站在中年 看怎么讲 其实今天他们拥有的机会 享受的基础条件 其实比原来人简单 好多了 那天是谁 做个铁环 在那地方说 他就当时我们最大的享受 上下学的时候 然后来去学校的时候 滚个铁环 而且滚个铁环 他说当时的话 是没有汉点的 没有缝口的铁环 就是当时的话 周边的人都很羡慕的 然后你想想 今天的年轻人 拥有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社会 似乎好像也没对他们 有太多太多的 特别的约束和要求 你说当年我们的约束不多吗 当年的话 然后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基本上是十年换一代人 就那个时候观念转变的时候 突然一下发现 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了 突然发现十几岁的人 和自己想法完全不一样了 这几年其实还稳定一点 现在也是一样 你想一夜之间 拆SGBT出来 大家说所有行业 都值得被重新做一遍 好像很多顺理成章的工作 都面临着被取代 或者被淘汰的风险 速度更快了 后面一句话 就机会更多了 当然挑战也更多了 这年轻人的脑袋越担越装得多 然后手这种工具越来越多 所以我更多的认为 刚才说这种压力的话 事实上是有限的 积极的心态去看 他们手里面拥有的条件 学习条件 培训条件 然后就业条件 包括创造新东西的条件 其实比当初多好多好多 所以很多人说 当初短缺经济时期 你站干什么都行 这句话好像对了 今天其实你想一想 今天人们的需求 比当初多多多少 吃得仅算一丁点 当初就是为了活下去 吃饱穿暖 那一丁那的需求 今天的人类的话 在一些工具上 然后在一些精神的 这种享受上面 然后的话 比当初吃饱穿好的话 复杂多了 复杂多了 机会多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怎么说的话 他们的话 反而的话 只有躺平没有路了 所以我是觉得的话 换一个心态 实际上天地宽 不仅仅天地宽 天地更宽 年轻人的世界 应该会更精彩 马斯克说 也许人类的探机生命 仅仅是 规机智能的 引导程序 这句话是马斯克说的 非常有水平的一句话 你知道我们几乎 地球几十亿的这一种的话 年的这一种的话 所有生物文明 都在探机的基础上 到今天我们看得到的 发现到的 找到的生命 都基于探 清探机为基本元素的生命活动现象 直到我们人类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不小心造出了高层金规 造出了芯片 引出了人工智能 不小心 不小心 阿尔法购战胜了 世间为其冠军 不小心 人工智能突然发现 它迭代的速度 比我们进步的速度 快得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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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N个数量级的进化速度 你会发现 一亿之间我们变成了傻子 他学的知识可以顾目不忘 他应用知识可以倒背如流 然后的话 他可以晚上不睡觉 自己对异 然后你呢 做不到 他可以关了店重启 我们泥入鼻子十分钟完蛋 然后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想象的话 然后人工智能 如果连自我迭代 自我进步 自我学习 自我创造 然后的话 自我制造 都能无限复制的话 人已经失去了生命 在这个智慧阶段的意义 物理上至少如此 你可以想象 人类走向哪里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去想 我们今天世界上发生的这些冲突 如果在机器真的占据了 更强的主导地位的时候 整个人类作为一个整体 可能会更好地团结在一起 就大家会有这种 我们是人类的意识 会更凸显出来吗 也许 可能 也许 你想象一下 我们和蚂蚁 蚂蚁已经是举重冠军 它可以举起十倍体重的东西 但它很小 在我们的摧毁面前 它很难 一脚踩下去 就是若干之蚂蚁没了 人工智能 刚才说 假如进入那种状态 我们人在它面前 就是弱智和傻智都不如 我们的小孩子 十几岁到大学生 要培养二十年 它形成一个新的智慧 智能 也许只需要一瞬间 它完成学习 又只需要另外一瞬间 其就自行吹 追飞机 我们永远追不上 除非它停下来等我们 所以能不能让它停下来 能不能 我们会这样做吗 您觉得 只是今天 一 人类该不该恐惧 二 有没有必要恐惧 三 你变成不依赖于 这个探机物理身体 而存在的智慧 你乐不乐意 可以开放地想一想 说不定是好事 说不定是好事 但是呢 人们大家现在 担心的更多恐惧的是更多 更多的是恐惧 因为你说拔的开关 它控制开关的能力 比你还强 它照着下来 出来这机器的话 没有开关了 你把这儿的开关拔了 它把那儿的电源 早就知道备用电源在哪里了 比你想的还多 比你做的还快 比你的话落实的还到位 它不睡觉地对付你 它一天等于你一万年 你怎么和它竞争 不在一个量级 那刘主席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从那个角度回想起 今天我们在世界上 我们创造一个企业 在一个行业里面去耕耘 如果中交有那么一天 那这个的意义又在哪 中交的意义是 立足于过去和现在 你的理性选择 立足于未来有没有意义 那是未来才能说得清楚 今天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 无论从国家的角度 还是从社会的角度 还是从你个体的角度 还是从你组织的角度 在未来的那本时空 速度 效果 效率面前 今天我们也许一文不值 但是 假如真的实现 对规机智慧的启动和引导 那也算是人类文明的一条 正常的这一种的话出路 你想想 我们也是无可逃避的 其实 对 无可逃避并不一定意味着被摧毁 被摧毁了以后 你有延续的方式 并不一定等于是悲剧 对 所以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它 给人蔣 陆平 陆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